錄影開始 打開命運之輪 通過白貓千辛大師 小小小 好聰明 神奇的預計能力 為您揭開個星座 不為人知的隱藏秘密 然後塔羅大師小揮揮也出現了 然後我們今天來珊瑚文蕭伯 叫我明天早上來錄一個那個 簡易早餐 對 短片 錄在他的那個貝克會的成長日記 不然貝克會的成長日記都沒有更新 OK 那我們明天早上就來錄簡易早餐 因為像我今天烤那個 我剛才烤好香喔 就是 吐司大蒜橄欖油吐司 就是你講白點 如果要去早餐店買一個果醬吐司 或什麼大蒜吐司 你就自己烤就好 因為時間是一樣 你就把它拿出來放進去烤箱 然後就是 大蒜他只要橄欖油跟大蒜跟鹽 然後抹上去就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甚至你沒有 烤吐司機也可以 你就是用平底鍋煎 一樣加熱這樣就可以 真的超香 整個房子都是那個大蒜的香味 然後如果你要煎焙跟煎什麼 就有一東西你真的不需要去早餐店吃啦 而且 像你自己用橄欖油膜 你知道油量多少 它就是看起來就是油 你要用奶油也可以 你就不會擦這麼多 你不會像擦那個美乃滋一樣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油 然後隨便讓它加 然後你怕他一定就切個小黃瓜 是就一樣 你就在烤的時候做這些事就好 看一下我們的 QQQQ在這邊 他在這邊 好那我們來沾符文喔 還有蛇蛇在後面表演 第一個符文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這一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看一下 我們把鏡頭拉長 你看那邊 後面有蛇蛇喔 我們的錄影場景 後面有蛇蛇在跑 那我們今天就沒有把它帶出來了 嗨 好 真心大心 真的 今天是 伊撒 冰冷 穩固不改變 凝聚好 欺騙惡 然後像我今天買那大蒜 不是大蒜 全麥吐司 他那不算全麥吧 因為他有加油加什麼 吐司都會這樣 他你單吃比較乾 然後你烤一下 然後擦大蒜橄欖醬 這真的很好吃 就是比外面的都好吃 而且你這樣你就知道外面 你吃的那種大蒜麵包多油 你就會突然覺得外面很膩 真的 我就會突然覺得外面的很膩 那蛇蛇蛇蛇 蛇在後面一直表演 然後第二個是 荊召 樹里祭斯 雷神索爾的槌子 力量感情衝突 工作 衝勁 那我們今天是冰冷加 樹里祭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我在講早餐吧 自己煮 小飛覺得說你自己煮啊 比早餐店 他如果不會比早餐店慢 然后又好吃 那我们明天再来开箱 那个德式香肠 看它好不好吃 我们也要来做 试吃开箱文 那我们今天录影就 今天的复文就这两个 到此结束 一个是冰冷 一个是荆棘 感觉都很硬 所以我不知道是 他是不是在讲 那个现在外食变化 外食现在真的全部都涨价了 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真的自己做 因为外面它那个 像你自己 你如果不爱健康 你当然可以买白吐司 跟它一样不健康 可是如果你喜欢健康 你就是买 像法式长棍 也没有比较贵 就切一切 放冷冻 拿下来烤就好了 真的 然后你就是自己加 加肉加什么 我们明天会煎肉 那我们明天再拍一个 简易的西式大餐 好 明天拍一个简易的西式大餐 然后小伯伯动 他说明天我们要拍简易的西式大餐 然后叫一下舌舌楼 舌舌在这边 嗯房间有舌舌就是方便 自备场景 哼 他很大只 很大只 小伯伯叫好明天翻他 所以说明天要来拍 我们要录影 录一次就好了 也不是录一起 就是录当然是上桌的啦 我不会录在厨房 因为那个不用录啦 那我也不会弄什么 我自己要吃 我也不可能弄什么 很奇怪的东西 对 就是很简单